大家好,茶花在养护的过程中经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叶片来表现出来 首先如果茶花的叶片逐渐湿绿 出现这个慢慢发黄的情况 而且质力的变薄,叶间的容易干枯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盆土偏碱 而盆土偏碱我们就要及时补酸 而补酸的话直接用硫酸亚铁吸食之后灌根就可以了 平时为了保证盆土的微酸性 我们可以在施肥的时候直接用这种洗酸植物形油进养液 既能够补酸又能够补肥一举两得 其次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茶花的叶片夜间干成了褐色 但是它不会继续发展 那么一般都是这些嫩芽在刚长出来的时候 因为空气湿度过低 再加上有冷风吹息造成夜间损伤 所以养茶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保证有足够高的湿度 而且不能够受冷风吹息 那么第三种就是如果夜间干枯变褐色 但是它会继续的发展扩大 而且叶片还会脱落 那么这一般都是因为突然的高温干热 或者是光照过强肥水过大而造成的 最后第四种情况就是茶花的花蕾正漏色 但是出现大量掉落的情况 那么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温度突然急剧的下降 或者是急剧的升高 造成这个花蕾不能够适应这个温度环境而出现落雷的情况 那么从这四个方面 我们就能够轻松判断出 茶花在养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就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 好了本期就分享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